屏幕前的各位 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是个二海奶爸 最近在看一些新能源的6座车 有的话 今天这台新车绝对值得你的关注 它就是魏的新车 蓝山 要买这种六七座大SUV的家庭用户 我觉得分两类人的 一类就是认准传统品牌的 就看汉兰达或GS8之类的传统品牌的车型 而另一类就想玩新东西的 就想试试纯电新能源之类的东西 这类人很可能就在看理想的新车了 而这台魏蓝山 我觉得更加偏向理想的做法 所以它的动力系统是一个插电 捆动系统就可以充电的 纯电续航里程区到180公里 然后每一天之后 我觉得它比理想更好 它不是一个真诚机器 它是一个捆动的机器 而且以我之前是魏的捆动车型 我认为它的动力体验 安静性平顺性 尤其省油能力 是比很多真诚的车 要做的更好一点的 如果你是不准备充电的话 那它的省油能力 应该是做的不错的 还有就是它的车身尺寸 这台魏蓝山 车长去到5米15 轴距去到3米05 所以它的车身尺寸 是比理想L8更大的 是接近理想L9的车身尺寸 家庭用户来说应该硬实力是够的 不过对于魏来说 其实有个问题要解决 就是它的设计方面 之前魏的很多车型 很多人都说了 设计有点审美疲劳 这么多年的设计 都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都有点看力了 所以新的魏蓝山 其实背负一个使命 就是给点新的东西 新的设计给到各位的 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 如果你能一看这台车 第一眼就认出 哦 这不就是魏了 那就扣1 如果不是的 一看这什么车 那就扣2 我认为如果第一眼能看出 这就是魏了 那这个设计还不够成功 还不够出产 如果是一看 这什么车 看上去还可以 愿意去了解一下 这个设计才算成功 国产的这种六座车型 配置肯定不用担心 一定可以拉满 通风加热按摩 电动座椅 脚托小座板 都给你安排好了 只是没有了 理想的大彩电大冰箱 但是对于我这种 很传统一点的家庭用户来说 没有大彩电 我觉得正好 我带女儿出去的时候 就想让她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把这个台电拿了 腾出一个大天窗给我 我觉得更好 只是如果冰箱给我安排了 我觉得还是香的 可以冰一些冰可乐 对于我来说 而这一台车的后排 我认为最值得占的一点 就是它进入后排的 这个过道 是做的非常好的 一掌我都碰不到两边 反正我进去演示一下 给你看 那进去完全没有主案 同时车身的高度 也做的足够高 所以进来第三排 是相当轻松的 很多人看这种67座SUV的第三排 很重点 会看这个西部空间如何 那说真这台蔚蓝山的西部空间 就不算是很突出 因为前排要做的舒服一点 那第三排的西部空间 可能大概就这个水平 紧紧张张的感受 但是坐这里感受不差的 这很重要原因就是 它的坐垫做的足够高 因为坐姿好的话 你长途乘坐的这种耐久度 舒适性会提升很大的 而这一台车 能把第三排提的这么高呢 很重的原因呢 是它的车身足够高 像坐在这里 我一个1米75的人 感觉头部空间 也没有什么压抑感 同时 你坐在这边 你的坐姿相对比前面两排还更高 所以你看出去的视野 甚至比第二排还要感觉更好一点 也没有什么压抑感 所以我认为这台蔚蓝商的第三排 我觉得是可以点赞的 体验感受 做一个成人完全没问题 买这种6座SUV的朋友 肯定会关心尾箱的状态 够不够你平时出行用呢 那今天这样看 又没有对比 又没有数据的感觉 看上去跟大部分的主流 6、7座SUV的空间都差不多水平 所以我就借了一点道具过来 看看 那一个20、24、28 三个箱子 能不能同时放进去啊 那先放个28 起码28放进去 应该是能关上门的 不会卡住的 然后上面再放一个24 这边再放一个20 你觉得行不行 试试啊 应该是上面的问题啊 让它翻开 紧张的时刻 卡OK了 说真 这种6、7座SUV的尾箱 适配紧凑一点啊 就看这样的空间 够不够你的出行需求了 对于这样的6、7座SUV 可能最不受重视的位置 就是驾驶员的位置 哎 老老实实做工具人 照顾好家庭嘛 但这台还好 基本的功能都齐全的 ACC车道辅助 双联屏的大屏幕 这边导航啊 车机啊 功能性 App都可以让你安装 甚至说车里刷刷抖音 也是可以的 只小心你的观看习惯啊 什么小姐姐之类的 让你的家人啊 老婆看 大概就 nice 反正我觉得前面的功能呢 是很齐全的 同时这边呢 是配了一个垮档 就这里宽档 也腾出了更多的储物空间 给到大家去使用 我认为整个设计还是比较工整的 而最重要一点 就是这台车的驾驶体验呢 不好意思 今天还是不能开上路的这台车 所以呢 就留到下一次啊 如果各位真的关心这台车的动态感受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 最好点赞 那我们下次开车再见